其实我一直都相信不管咱们每个人的起点是什么 只要肯付诸行动都能实现自己的健身目标 可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这么困难呢 难道咱们天生缺乏行动力 其实如果咱们把健身目标 无论是增肌和减脂都比做一块大的拼图的话 那咱们每天的训练就像是组成整个拼图 一个个细小的碎片 那玩过拼图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刚开始的时候反而是最困难的 因为面对那么多碎片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那健身呢也是一个道理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去付诸行动 但是面对健身房那么多的器械 具体该练什么 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 我还是去跑步机跑两下吧 所以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静下心来 制定一下适合咱们自己的健身计划 无论你是要增肌减脂 是新手还是像我一样 有一定健身年数的训练者 我都希望大家能在看完这期视频之后 能够多多少少了解一下 下次去健身房该练些什么 从而有效地帮助你实现健身目标 而不仅仅是去打个卡 好那咱们话不多说 321 今天这一视频呢 我分为了新手和进阶两个部分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有一定健身年数的话 可以直接跳远到这个时间轴进行观看 而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健身 或者健身年数在一年以下的话 咱们继续看就好了 刚从小父母就教导咱们 不管干任何事情都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要循序渐进 所以咱们看到很多新手的健身计划 都是推荐一周练两到三次 这样逻辑上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这样有用吗 根据2017年的一个调查研究表明 在经历了12周的跟踪调查后 每周坚持去健身房四次或四次以上的人呢 有63.8%都坚持了下来 并养成了健身的习惯 而每周去健身房三次或少于三次的 只有22.6%坚持了下来 所以大家试想一下 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钱请教练 每次练得有多辛苦 如果最终你放弃了健身 那之前练得有什么意义呢 炸不炸心 而且根据我之前做教练的经验 大部分最终能看到效果的渲源 并不是那些在上课特别努力认真的 而是在课后还能自主去健身的小伙伴 所以对于咱们新手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训练频率 因此我推荐的熏手训练计划 是每周健身六次休息一天 通过重复去健身房这个过程本身 让你将健身像刷牙洗脸一样 真正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而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让你看到效果 看到这里可能就有小伙伴很好奇了 那作为一个新手 每周练这么多次 我能恢复的过来吗 大家别担心 这里并不是说让你像专业运动员那样 每次都练到力竭 掏空你的身体 而是通过力量训练 加有氧这种方式的结合 让你从多种训练方式 都得到各自的好处 根据美国2020年的膳食指南推荐 每个成年人至少要进行两次 或两次以上的肌肉力量训练 而有氧运动呢 大家知道不仅可以帮助你 消耗更多的卡路里 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大大提高你的心肺功能 降低很多疾病的风险 因此在这里根据大家目标的不同 我推荐两种训练计划 第一种 推 拉 腿 中间相隔三次有氧 加一次休息 推对应的是咱们的胸 肩膀 以及攻三头肌 拉对应的是咱们的背 以及攻二头肌 而腿 顾名思义 就是咱们的下半身 因为肌肉在训练后 至少需要24到72小时的时间进行恢复 所以这种分化训练 既可以刺激到身体上的各个肌群 同时也可以给予新手足够的休息时间 非常适合于以追求形体 为目标的小伙伴 而如果你的目标是追求爆发力 运动表现 或者绝对力量的话 那这种三天全身或专项训练 加三天有氧的方式 则更加适合于你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 可能跟我一样并不喜欢做有氧 没关系 你可以换成瑜伽 或者其他的训练形式 但是如果你是以减脂为目标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 要至少做两次以上的有氧 OK 咱们整体的计划已经有出行了 可是具体到每天的训练 该做哪些动作呢 其实因为咱们每个人的年龄 目标 基础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一个计划是万能的 但是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 咱们在选择动作时候的主要思路 咱们只需要结合自身的情况 进行填空就可以了 这里给大家看一份 我已经制定好的推拉腿计划 为了保证每次训练都达到最大的效果呢 在选择动作时的顺序 是遵循从多关节到单关节 从大肌群到小肌群 从难到简单这样的顺序 这个非常好理解吧 就是趁咱们还有力气的时候 尽可能多做一些有挑战的动作 从而在训练中获得最大的好处 同时在选择动作的时候 根据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所推荐的 最佳训练模型 力量和积肥大 都是建立在整体的肌肉耐力上的 因此在计划中 我推荐至少有一个是自重训练 而在选择训练容量上 根据2017年的调查研究表明 对单一肌群每周进行10到20组训练 似乎会看到最佳的增肌效果 因此在整个计划中 我们要尽可能保证 对每一个肌群都进行至少10组左右的刺激 所以大家看到这就是这么安排这次训练的一个主要原因 根据这个逻辑 我们也可以把剩下的计划都列出来 OK大家可以直接使用我上面所列的例子 也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 但是作为一个新手来说 我也知道可能有些小伙伴并不知道某些动作该怎么做 所以有条件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靠谱的私人教练 在线下一对一的指导 可以让你快速并安全地掌握各种动作的要力 但是可能大家有教练的话 也不会看我这个视频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嗨运动的网站 这可不是推广啊 因为在这个网站上大家可以找到 跟健身相关的基本上所有动作的视频讲解 而且他已经将这些动作 按部位 难度 器械要求都进行了分类整理 所以如果大家不确定该做哪个动作 或者手头没有相关器械的话 使用这个网站呢将会非常的方便 所以最后我总结一下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最最重要的是保证你的训练频率 然后根据自己的目标选择训练计划 最后结合我上面所说的动作选择思路进行填控 以上呢就是新手该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健身计划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一定健身年数了呢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进步速度明显变慢 有的时候训练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就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有这个情况的弹幕打一 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调整计划 来避免这种平台器的出现呢 其实主要是三个关键词 渐进负荷 补强弱点 打破常规 大家都知道咱们肌肉生长的原理 就是需要不断给它更大的压力 在恢复之后呢 肌肉纤维就会变得更粗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如果你的肌肉长时间没有变化 那很有可能就是它已经适应了这个压力 所以在咱们调整计划的时候 就需要不断地增加压力 听起来很简单是不是 嗯嗯 这反而是最难的部分 首先咱们看一看渐进负荷的一些方式 一 增加训练重量 二 增加训练容量 三 减少休息时间 有一定健身年数的小伙伴都知道 充重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不仅跟你的饮食 当天的状态有关 而且还会有受伤的风险 增加容量似乎简单一点 但是根据我上面的2017年的调查研究所说 不断地增加训练容量 并不能一直给你带来好处 而减少组件休息时间 这个似乎和冲重量是成反比的 所以这就是尽管大家都知道渐进负荷的原理 但就是很难执行的原因 差不差起 那难道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其实健身和很多事情都一样 当你到了一定阶段 你的进步速度就是会越来越慢 而且每走一步 你需要付出的精力和时间 也许是以前的两倍 甚至三倍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一味的向前看 而是要了解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而唯一能做到这个的方法 就是记录你的训练 因为渐进负荷不是单纯的加重量 而是三种方式的结合 所以我们只有知道每次练了多少组 做了多少重量 花了多少时间 才能客观地了解 咱们现在能承受多少的负荷 而只有这样才能有机会 不断向渐进负荷 这个boss发起挑战 所以我强力建议大家开始记录你的训练 这对于突破咱们的平台期至关重要 第二点 补强弱点 可能每个热爱健身的小伙伴 都在自己的脑海中有理想中的身材 也许我们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身材 可是有针对性的努力 却可以让我们向这个方向更进一步 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的肩膀和手臂相对于其他的部分都比较弱 胸和下背比较强 如果我还坚持使用胸肩背腿手臂 这种常规的训练 可能只会让我弱的地方更弱 所以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上 我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增加肩膀和手臂的训练次数 甚至可以通过调整整个计划的顺序 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的弱点上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这里并不是说大家不能跟随任何人的计划 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目标和弱点 从而对计划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第三点 打破常规 其实咱们肌肉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不管你做什么动作 它都会对你给的压力进行适应 可是如果你长期进行一样的动作 因为它已经熟悉你的套路了 它就不会用权力来应付你 所以我们需要定期用不一样的手段来刺激它 让它没法放松下来 听起来有点奇怪 所以定期更换训练计划 对于突破平台期也是至关重要的 毕竟好的方式是每隔8到12周更换一次计划 大家不用想的太复杂 这里并不是说让你把整个计划全部擦掉 然后再一个一个重新排列 有的时候替换一种器械 换一下动作的顺序 都可以避免肌肉的适应 所以大家总结一下 避免咱们平台期出现的方法是 通过记录训练来了解自己 从而不断地挑战渐进负荷 通过了解自己的弱点 对已有的计划进行调整 定期更换动作或者计划 避免让肌肉产生适应性 其实练的时间越长 大家就会发现 最了解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 所以比起像新手那样 直接甩给大家一个计划 我更希望把方法讲清楚 从而让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 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计划的问题 都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会在将来的视频进行解答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这期视频在制作中 花了比我想象中更长的时间 但是如果能帮助到大家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 尽管咱们平时健身要控制饮食 是不是 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 还是多多小小的有点仪式感吧 所以我买了个小蛋糕给自己 那大家呢 也完全不用送我什么生日礼物 什么点赞 转发评论 什么 都是身外之物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